日底 哈囉各位觀眾午安 今天這集影片呢 是做給男生看的 也是做給女生看的 我相信有很多男生都會聽到女朋友說 我要買T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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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是什麼呢 TR就是卡士有出的自拍機 因為它有非常強大的美肌效果 拍照的時候 臉上這個坑坑洞洞 瞬間就會平了 你的皮膚如果是很暗沉的 瞬間就蘋果光就一堆了 所以你的皮膚會變得非常非常的白嫩 OK 所以很多女生喜歡買TR就是這個原因 那除了TR以外 很多女生也喜歡買iPhone 7 是不是很怪 有了TR還要買iPhone 7 那有iPhone 7拍照很好還要買TR 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為各位來 看好這個問題 到底是TR拍照好 還是iPhone 7拍照好 我們會來做一個實際的拍照PK 好我們現在呢 就要利用TR來自拍 拍一下 來我們來拍照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TR為什麼會那麼多女生喜歡玩 來拍照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喔 那接下來呢 我們用iPhone 7來拍一張 那iPhone 7呢 我們用後面鏡頭 因為iPhone 7呢 前鏡頭沒有那麼好 那如果你用前鏡頭來拍 好像有點不公平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樣拿後鏡頭來拍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試試看一看 到底拍出來的效果 Tia比較好 還是iPhone 7比較好 但是注意呢 我們iPhone 7不會修圖 那TR拍出來自然就是北極了 我們來比較看看 到底哪個拍照比較好 所以啊透過我們剛剛的這個影片測試 不是iPhone 7拍照不好 也不是iPhone 7拍照很爛 更不是TR拍照非常非常好 而是 TR它有女生喜歡的兩個元素 第一個它是粉紅色的 拍出來的照片都粉紅粉熱的 可以把臉部的細紋還有兜兜給 這個改掉 iPhone 7拍照太好了 所以把你的細節 細紋兜兜兜都拍出來 所以男生知道嗎 男生知道嗎 女孩子如果跟你說 我好想要一台拍照好好的相機喔 就是在跟你說 太要TR了